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周三才宣布 将联合南投、云林、花莲以及台东县 四个执政县市要申请购买500万剂的BNT疫苗 不过消息一出台东县府却表态不跟进 县府说台湾下半年疫苗看起来可以正常的施打 台东需求也能被满足 暂时没有购买疫苗的急迫性 协助疫苗协助民众加速接种疫苗才是当务之急 本党更已经联合南投、云林、花莲、台东 四个执政县市提出正式申请购买500万剂BNT疫苗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周三才在中常会上宣布 要联合四个蓝营执政县市申请购买BNT疫苗 不过不到一天就被台东县府直接打脸 在民间购买疫苗这件事情当中 目前已经看到了曙光 因为台东的人口数有限 我们所需求的疫苗数基本上 看起来都能够被满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县政府而言目前就没有去购买疫苗的这种迫切性 台东县跳船表态不跟进 理由是疫苗采购上暂时没有急迫性 参开各县市疫苗接种数据 截至七月十四号 南投县剩余量最多百分之三十六点七 而台东县位居第二还剩百分之二十八点九 都在蒋体城要串联申购BNT的县市名单里 台湾的疫苗是否足够 江启臣主席 你们自己执政的台东县政府都告诉你了 请你不要为了自己的主席选举 带着县市首长以疫谋乱 把购买疫苗当作自己的政治舞台 不论地方疫苗采购是为了民众还是另有政治操作 现阶段当务之急 应该是接种率偏低县市要加把劲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快达成全体免疫 谢谢综合报道